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我是许贵雅 中国在十一国庆之前 军演不断 包括南海 东海 黄海 渤海 都有军事演习 大秀他们的军事肌肉 当然他们顺便 他们要找一些统战的样板 比方说欧阳娜娜 在央视的十一国庆晚会上面 准备要唱的是 我的祖国 其实这个事情掀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来看 像是艺人 马其大哥黄立成 他就po文 他说台湾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想要唱什么就能唱什么 他是这样讲 不要惹我们 不要惹艺人 而另外欧阳娜娜跟张韶涵 可能他们会因为现创 违法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被开罚50万元 那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这个海外版 特别写了一个文章 也要替他们打抱不平 而且颁出的是周杰伦 说过的话 他说这个 我是中国人 我也是台湾人 好 其实这个人民日报 他写说 不就是唱个歌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那这个主笔 你也可以去想一想 不过就是唱个歌 不是什么大事情 一旦呢 在对岸 如果你唱 他们觉得不合一的歌 或者是说被贴上 港独啊 台独 比方港独的部分呢 举例来讲 这个何韵诗 还有作词人林夕 其实算一算 中国封杀过的这个艺人 真的是多到已经数不清了 而在台湾呢 有一群人 急着要申援欧阳娜娜 我们看的是赵绍康 他说 我的祖国这个歌词 也不算是什么统战 而且呢 艺人 他们这个脑袋瓜里面 没有太多的政治sense 所以呢 换一个角度说呢 欧阳娜娜 他也是台湾的 这个台湾之光 统战样板 也是台湾之光 真的是开了眼界了 而国民党立委 陈玉珍呢 他说 那小英总统你唱 三民主义无党所踪 那不就是说 小英总统 蔡英文 你是国民党的党员吗 蔡英文是不是 因为唱了这个歌 也是背叛了民进党 好 陈玉珍呢 他是公开说 这样子的话之后 那国歌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国歌不是国歌是党歌 这样的逻辑听完之后 是不是国歌也要改一改 哪听哪拐 还有呢 我们知道的是 这个中国制的武汉肺炎疫苗 台湾是没有开放进口的 不过你看到 国民党这一群人 包括像是叶玉兰 杨志良 都跳脚了 我们看到的是 像是这个吴思怀呢 他就跳出来批评陈时中 哎呀 你这个叫做意识形态作祟 然后你扼杀了台湾人的 这个选择权 哈喽委员 你可不可以专业一点 台湾本来就已经整顶客 我们就是不能够进口 中国的疫苗 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 现在中国武汉肺炎 他们疫苗 简直把人体当成是白老鼠一样 中国这么样的 在实验的道德上 伦理上面 还有人类安全上面 其实都有顾虑 所以纽约时报 针对这个疫苗 急着要来接种这件事情 他们形容说 这是一场豪赌 是一个赌注 而且中国也提到说 你知道吗 他们提供疫苗 不是真的说要拯救 要怎么样 他们还是别有所图的 中国承诺我可以提供给你菲律宾 你有疫苗的优先使用权 但是怎么样呢 你要先讲 在南海的这个主权上面 你不能够再话瞎了 可见北京把疫苗当成是外交的一环 而不要忘了拿人手短 南海的这个主权 像是菲律宾 他失去话语权 那其他国家 如果你想要跟进的话 你也同样会失去你的话语权 南海的议题上面 中国绝对不是习近平说的 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 你看看怎么会军事雷达 军事跑道 他会自己长出来吗 不要把其他的国家 都当成是傻瓜一样 我们看英国的这一个航空母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 其实预计在2021年的1月份 他们会远东寻衣 而且预计可能会跟美国 跟日本等等这些盟友 在南海展开 共同的军事演练 不给中国好脸色看 好 今天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各位好 大家好 欢迎自身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远之 各位好 大家好 欢迎自身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欧阳娜娜掀起的 这个风波 她将会在中国十一国庆晚会上面 登台演唱我的祖国引发争议 惹意之后 她也在她的IG上面 po了一个照片还有文章 照片上她是在海边的感觉 看来她人是不受到影响 她写下说生活很美好 Life is wonderful 好 那么中国官媒 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帮欧阳娜娜等 包括还有张韶涵 是替她们打抱不平 我们一起来看 欧阳娜娜10月1号 将登上中国央视国庆晚会 现唱我的祖国引发各界抨击 但娜娜IG首篇发文 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她po出搭船出游的照片 有自拍也有穿搭 写下闻闻大海的味道 和感受这片天空 生活很美好 网友留言狂酸她舔共 她却还在为排版操碎心 特别澎湃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期待的激动 但同时也挺兴奋的 大陆人民日报 更为欧阳娜娜抱不平 大大标题写着 足脑歌手登陆 民进党太癫狂 民进党当局如临大敌 扬言他们可能面临法办 不就是唱个歌吗 多大点而是 甚至扯出周杰伦 早就说过我是中国人 这是有什么好讨论的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我也是台湾人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也护航 艺人他其实根本没有 什么太多的政治的sense 当台湾有这么多 优秀的演员 杰出演员 能够到大陆就发光发热 让大陆人看说 台湾真的不错 能够栽培出这样的 有才艺的人 不是台湾的光荣吗 马基大哥黄力成 力挺欧阳娜娜 认为台湾是民主国家 你想唱什么都可以 台湾政府没有非常支持 台湾娱乐产业和文化 所以艺人们自寻出路时 政府不改多加限制 知名律师 吕秋元脸书PO文 指出我的祖国 原曲是按指波西米亚 独立的诉求 欧阳娜娜猜献唱这首歌 是为台独的未来事业尽心力 欧阳娜娜唱中国风波 还在持续 这个风波的确还在持续 而且各式各样的论战 欧阳娜娜本人 其实有很多人讲说 你干脆就去当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要不要 如果说是官方的部分 有人是提议说 是不是要注销他的国籍 但其实我们不会这么做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自己 把这个国籍取消 他去做一个中国人 他也可以取得那一边的身份 但是显然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他回应 这个是什么样的回应 不找编辑 欧阳娜娜他是这样 PO了一张照片 就是感觉上是在一个游艇上面 我猜 然后后面是一片海 他说他闻着这个海的味道 感觉天空 所以他感受到就是 Life is wonderful 生活还是非常的美好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艺人 玛吉大哥黄立成 他其实他有特别 他是写英文的方式 他要来声援欧阳娜娜娜 他的说法是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想要唱什么就唱什么 台湾政府如果是罚款的话 他认为是在作秀 那有种你也可以静静抖音 或者是维系 那他说台湾人 要有八段 欺负自己人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 那他特别针对就是艺人的部分 他认为说 不要来让这个好像是扯艺人的后腿 可是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认真要去看的这个角度 其实可能玛吉大哥 他看事情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来 对我觉得这两天很多声援欧阳娜娜的人 我不晓得他们是出于不了解 还是出于了解而故意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 就我们台湾人的态度是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 或是说去谴责过到中国发展的艺人 我们从来不会这样子 那这么多去中国发展的艺人 那为什么有一些会成为我们 类似像我们今天那样 政论节目讨论的一个主题之一 那就是因为你扯上了政治 你要去唱去中国发展演艺事业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 欧阳娜娜 你适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唱这样的歌 因为国庆的纪念晚会 它本身不是一个演艺活动 它就是一个政治活动 国庆的纪念晚会 它就是一个政治活动 那你在你身为一个台湾人 你在一个一天到晚说 要併吞台湾的国家的国庆纪念晚会 唱一首歌叫做我的祖国 那大家觉得这样适当吗 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 或是说表演事业的问题了 讲那个都太low了 我现在这样讲的是一个 身为一个这个国家的国民 你应不应该拒绝 要求你抵制可能太看得起你了 你应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场合表演 而且大家知道吗 他演唱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桥段 中国是刻意安排的 因为他特别安排了台湾 香港 澳门 还有中国的艺人合唱 这代表什么 台港 澳中嘛 就是一家人嘛 自己人嘛 同一共嘛 这个桥段 其实是经过设计跟安排的 那你欧阳娜娜你不知道吗 好 这是第一个 就在这样的场合 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活动 不是因为你唱歌 它就不叫政治活动 就像当年张慧妹在2000年 总统就是演唱国歌一样 就我们来看 一个国民唱自己的国歌有什么不对 那黄历诚 你如果那么讲言论自由 麻烦你去跟中国讲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封杀战会没这么多年 那欧阳娜娜如果有言论自由 如果如同这些声援他的人说 我们有言论自由 那我请欧阳娜娜 你不要唱我的祖国 你会唱母亲的名叫台湾吗 你看你在那边能不能唱 我跟你保证不能唱 在中国它是不跟你谈什么表演的专业 或是言论自由的 所有去中国发展的艺人 大概基本上都会收到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写什么呢 它是中国的广电总局发的 它里面写什么呢 它里面很简单 它写的叫做标准用语 当你讲到中国的时候 你不能谈中国 你只能讲大陆 那最好是讲内地 讲内地你可以得90分 讲大陆只能得60分 那讲到台湾的时候不能讲国家 不能讲政府 你只能讲台湾当局 那讲立法院的时候要叫立法机构 都有标准用语的 那请问 黄厉成你要不要跟中国广电总局讲一下 言论自由 我们台湾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我们不能讲台湾的总统 你不敢 因为他点出一个重点 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只要唱什么就可以 可是你刚刚讲了 比方说你去唱什么 外表新台湾 根本就行不通 当场那一段就被消音了 被抓住 而且我跟你讲 台湾现在自由到什么程度 过去讲像你们比较年轻 大概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你说烧肉绅不可以唱那个年代吗 我没这么老了 我讲一个我们那个年代 曾经有一首歌被当作国歌一般在唱的歌 叫龙的传人 作词作曲叫侯德剑 演唱者叫李建復 当时那首歌几乎每个人都会唱 而且任何场合都要唱 可是你知道这首歌曾经被禁唱过 为什么 因为侯德剑到北京去 他不是去投共 不是哦 他只不过是到北京去发展他个人的演艺事业 就跟欧阳娜娜一样 跟张韶涵一样 可是当时被国民党禁唱 后来才解禁 台湾如果现在如果不民主自由的话 我跟你讲 从今天开始 欧阳娜娜跟张韶涵的歌在KTV不准播 以后全面进唱 可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 那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会觉得心灵很受创 但是好像似乎也拿他没办法 好 贵阳你刚才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欧阳娜娜为什么不去当中国人 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是台湾人 你觉得欧阳娜娜在中国的这么多的歌手里面 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吗 你觉得他歌声是特别好的一个吗 对不起以我的标准来讲 他不是拉大提琴的吗 他算普通而已 他算普通等级 我本来以为他的强项是拉大提琴 可是他给他表演的空间跟机会也不是这一块 中国长得比他美 歌声比他好的人太多 随便数也有成千上万人 那为什么挑他在这么重要场合唱这一首歌呢 因为他是台湾人 他今天如果变成中国人 他根本 我跟你讲连这个晚会他都上不去 他就是因为是台湾人 就是因为这一点让很多台湾人很生气 说你因为你是台湾人 所以中国要统战利用你当工具 而你甘于当作统战的工具 为的是什么 其实对不起我讲一句难听的 黄历成 欧阳娜娜 张韶涵这些人 就是看到人民币 膝头就脏掉了嘛 就是为了人民币嘛 那你要赚钱也没有错 每个人都想赚钱 可是你在赚钱的同时 你要不要兼顾一下 你要想想看 你们这些人如果没有台湾这块土地 会有你们吗 你们在台湾有很多的歌迷 有很多的影迷 有很多的粉丝 你们回过头来 因为为了在中国的发展去赚人民币 然后回过头来 伤害你的歌迷跟粉丝 你觉得这样的人 将来台湾的人还会在支持他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也会要不要罚钱 我觉得就算罚五十万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照媒体报导 他在那边一年可以赚上亿 几个亿嘛 对 那五十万对来讲 那就是就像我们五十块 掉到水沟里面一样 你大概也不会翻开水沟盖去捡嘛 不会 你会啊 果然民进党立委都很穷 那就是说 五十万对来讲不算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第一个 中国的统战 他是不分季节 不分时间 不然你看实际 他只要逮到机会 他就统战 第二个 台湾有类似 就像欧阳娜娜 像张韶涵这样的人 他甘于作为统战的工具 像他去秀那张照片 其实我觉得他永远在弃台湾人 你们骂我又怎样 弃得要是 我过得很好啊 我就是wonderful 我过海边 过得很苦啊 对不 我住海边过得很 他是故意在弃台湾人嘛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上当 你可以讨厌他 你可以批评他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 除了政府该依照法律 该可以处理 法律不够不肯 我觉得我们可以 可以再强化 我觉得可以做的是 你大家可以抵制他嘛 就以后不管是他代言的 任何产品 甚至他唱的歌 大家通通去抵制他嘛 这个大概是 我们现在在一个民主国家能做 那至于黄厉成讲到 禁抖音禁微信 有啊 美国已经在做了啊 对啊 那你觉得台湾不会做吗 美国也是民主国家 人家都禁了 而且黄厉成 你还在美国长大的 对不对 美国已经在禁了啊 那台湾哪一天 搞不好也真的会禁啊 只要他影响国家安全 言论自由是受宪法保障 但是他如果影响国家安全 他就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 好 因为很多人看到黄厉成写这一篇呢 大家的共鸣点在哪边 共鸣点在于 你就是台独啊 因为你认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跟对岸就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嘛 其实刚刚晃哥也有提到说 你以为他真的只是去唱歌的吗 其实呢 十一国庆就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大宣传特宣传的一个机会 包括统战的这个部分 而且呢 唱歌 唱歌是央视的其中一环 那其他他们还有这个国庆阅兵嘛 所以他不只是为了唱歌的一个节日 他会去叫他唱 就是其实统战的一环 而且央视是中宣部所主管的嘛 那定位委员 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来看 因为呢 显然国民党立委 他们会想一套说辞 去帮这个欧阳娜娜来抱不平 可是呢 我们要理解的是 逻辑两个字很重要 比方呢 陈玉珍的部分啊 他讲说 那响应总统你不是唱 三民主义无党所踪吗 这个党不就是国民党吗 所以你现在是背骨哦 你是背叛的民进人吗 不要紧了 我们可以国家改掉 国民党要声援欧阳娜娜 想清楚在讲话 陈玉珍讲那一段 把国民党要洗白洗了快三十年说 没有那个武党 是我们的意思吗 对吧 不是武党的意思 那个政奥这一代被骗过的人 教材都给你讲 那个武党不是国民党 一直要证明这个国歌 不是国民党党歌 今天陈玉珍一讲全部报废了 对吧 怎么会他怎么会主张说 我们的国家元首唱那个国歌 就变国民党员 还对不起民进党 我觉得根据这一点 我们就该提案 把国歌 歌词改掉 大家来选换一首 换那个 陈玉珍真的是猪队友 换我们新北朝沙里唱的也可以 叫你叫你 所以我现在回到这个命题的根本 我倒觉得 那个黄历诚的声援 有一些价值在里面 可以好好跟他沟通 我先讲一个基本的 台湾有没有限制 我们的演艺人员 去中国发展演艺事业 没有吧 没有吧 我们现在多少艺人 在那边参加某某什么卫视 什么歌 什么我是歌手 什么一大堆比赛 我们的艺人在中国发展演艺事业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从来没有限制过 没有 然后第二个命题是 在中国发展演艺事业里面 欧阳娜娜是不是才艺最好最红的 不是 那其他艺人为什么不赚这笔钱 10月1号中共国庆的这笔钱 其他人 其他 中杰伦 比他还大牌的 比他的演艺事业更昌盛的 更红的 为什么不接这个 我是觉得中宣部失职 找的他有一点太小了 别人会有他的理由 哎呀我刚好那天不在 什么 这是可以选择要跟不要的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们台湾的艺人在中国演艺事业 我们台湾的政府没有管 也根本不会管 所以声援什么演艺事业自由 言论自由的人 先把它画个叉叉 从来没有限制过 第二个 参加十一国庆 什么叫十一国庆 今天声援十一国庆的中国国民党员 都应该站起来 我看去慈湖还是去那个自由馆场去站着罚站一下 十一国庆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庆祝纪念日 对啊 当年的傅作义开北平城门 不用一兵一卒投降 嘲笑自己的兵力打不赢共产党 放共产党进北京城 就是庆祝你亡国了嘛 那今天去参加庆祝中华民国亡国的十一国庆的演出 国民党员还在声援 那是北京看 还是全部都是当年跟傅作义一样 都是叛逃者 那这个活动是不是演艺活动 不是 它是中宣部央视办的 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办的 而办的内容 它就是一个政治性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月一号建政大典 那好了 你欧阳娜选择 我也没有限制 你就选择嘛 你选择参加一个中共政府办的政治活动 去赚那笔钱 去建立你的人脉关系 你做了选择 台湾是被牺牲 被牺牲的东西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 你拿台湾当成本 当垫脚石 成就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个官方的活动 赚了钱 赚了关系 台湾这边连爱医生都不能爱 台湾的消费者 台湾作为你原来成长的国家 被你这样子当作机会成本 都不能去处理吗 所以它不是一个演义活动 它就是政治活动 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33条之一 34条 针对参加中共政治型的活动 由中共官方党政军办的活动 我们是有管理规则 而这个法 国民党实在就立下来的 我现在罚的不重 10万到50万 可是那是一个态度 我该执法还是要执法 而台湾的消费者该抵制 你被当作机会成本 当作垫脚石都牺牲了 不能抵制 那有人要支持你的事情 但国民党支持 道理讲清楚 陈玉珍那种申缘法 你连国歌都拿出来陪葬 有得配合你 陈玉珍大意灭清 公开证明 现在国家的国歌 根本是国民党的党歌 而且一唱就生病 为什么 一唱你就变国民党党员 就你马上唱马上生病 唱国民党的党歌 自动变国民党党员 然后 这个事情很严重 我们小学生也要唱国歌 一唱全校变国民党党员 这个严重 我觉得我们立法院 应该来把这个修掉 所以回来我要讲这个 这个黄立成讲的 第一个他讲说 还有人民日报 说这个是演绎的自由 台湾在干涉演绎的自由 真正干涉演绎的自由 是像张慧妹 在中华民国自己的国家 唱国歌 被禁演了好几年 像谁呢 像有一个 只不过长得像习近平 唱声乐的 他就被禁止演出 真的 长得像习近平 然后就在唱声乐 那是真的 那个新闻三里有播过 而且他还不住中国 他好像住欧洲 对 在欧洲 他在欧洲商演 唱声乐 可他脸长得像习包子 结果因为长得太像习近平 这个不行 唱声乐也是正当的事业 这样也不行 中国可能觉得他唱得不好 中国有很多禁的理由 甚至于 在香港反送中里面很多歌 也被禁止 所以真正禁止演绎自由 创作自由的 黄厉成我觉得 你把台湾当作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 有言论自由的概念 真正限制创作自由 限制演出自由 限制言论自由的 就只有中国政府 可是你们都没有去谴责他 不敢谴责他 然后第二个 黄厉成还举个例子 不要搞我们艺人 那我们到美国的NBA 唱美国国歌也有事吗 到日本唱日本国歌也有事吗 里面有一套这个理论 那我在讲说 其实到美国唱美国国歌 不会有事 美国再怎么自由 你如果在NBA的现场 拿一个黑色的 上面写这样子的文字 就是那个叫什么 伊斯兰国的棋子 你大喊说那是我的祖国 你看那个警察 会不会把你逮捕 所以我就说 在美国这么言论自由 表演自由的地方 有些东西也不能做 就对美国国家安全 有威 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事情不能做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威胁侵略台湾 我们唯一的敌人 所以参加他官方的活动 我们法令有所限制 这是很正常的 那你参加什么湖南卫视 福建卫视 也是官方的活动 可是它不是政治活动 那委员你刚刚举例 张惠媚这个例子 变变是张惠媚唱了 中华民国国歌 被禁唱的这件事情 不能到对岸封杀的事情 在国民党立委眼中 完全是相反的一个逻辑 远之因为你是国民党 你比较接近 我跟你讲 李贵敏他是这样讲 他说你们要查办 这个欧阳娜娜 我如果想起来 张惠媚他因为唱国歌 被对岸给封杀 那虽然现在民党是政治挂帅 政治你是学中国的 怎么可以这样对这个艺人 那请教一下 他在中华民国 他是中华民国国籍 你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唱国歌变成党员的 我没有 从有唱国歌 就是他就是唱 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然后唱中华民国国歌 在台湾唱国歌 有什么问题 到底不行 我觉得李贵敏要表达的意思是 政治归政治表演归表演 他想要讲是这个 就像张惠媚他是在唱歌 然后后来被对岸封杀 就是政治介入了他的唱歌 那现在欧阳娜娜在对岸唱歌 台湾现在要罚他 也是一样政治介入的表演 那我要讲是说 我觉得当然欧阳娜娜 这不是政治介入 台湾要罚他是依法 对嘛 那不是政治 那叫法律 那叫法律 他参与的是政治活动 而且那个法律是国民党时代 是啦 法律之外 刚刚批评他很多都是政治的问题 那我要讲说 我觉得欧阳娜娜 今天他去十一 去那边唱歌唱我的祖国 会不会被大家批评 会 刚刚他批评 我觉得他自己要承受 但他有没有很介意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没有很介意 你看他今天所po出来的照片 我什么之类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幼小心灵里面 我揣测一下 我觉得他会认为说 这就是我的事业 这是我的表演 因为我的 他的市场在大陆 所以他做这样的选择 他们就是那种 不会把政治看得很重的人 所以你对照黄立成 黄立成说 你不要来搞我们艺人 我们自己去寻找 自己的表演空间 政治我们不想管 你今天在美国 他可以唱活歌 在对岸他可以唱歌 在台湾他也很爱国 并不会因为他在哪里表演 就影响到他爱国的心 我觉得黄立成 其实要表达是这件事情 那刚刚大家谈了非常多 就是十一国庆 欧阳那在那边唱歌的意义 你觉得欧阳那会懂这些吗 他一定不懂 所以你是附和赵少康的说法 因为他你是艺人 所以他的政治性子很差 但是他选择 因为他觉得说 他选择装不懂 他觉得说政治是你们的事情 我只是要唱歌而已 你真以为出来那边摇着旗子 大喊祖国人是不懂 我是觉得他没有在想这些 他就是只要唱歌 因为对他而言 他九岁的时候 我们不要预测他懂 也不要预测他不懂 他参加那个活动的桥段 内容都是中宣布局 是啦 你可以批评他 我只是在揣摩他 那其实对他而言 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他2018年的时候 他本来大陆发展 他还被批评说是台独 因为他的爸爸欧阳龙 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在网站上面说 台湾是一个国家 然后台湾是什么 国家安全第二名的 然后因为这样子被对岸 有点封杀 就说你看欧阳龙是台独 女儿也是台独 最好像是欧阳龙 后来居然把国家两个字 他那篇文章 他还重新论事过 把国家还删掉 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可悲 一部分就在这边 就是说 其实他们只想要 欧阳龙只想要表演 可是因为两岸特殊的政治的情势 所以逼着他必须要 做这样一个选择 但我觉得我们多一点同理心 我认为他 我认识你错了 欧阳娜娜在中国 所有的电视台的演出 我们台湾没有禁止过他一秒 你不能说 哎呀这两岸的关系很特殊 所以他要做选择 又各打五十大板 我们从来没有禁止 演艺人员在中国的商演 哪怕商演的电视台 是他们国营的 公营的 省营的 他今天参加的是 中共十一国庆的庆祝活动 唱的是解放军的歌 叫做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内容 你要不要看他歌词写什么 不要太过天真化他 而且 而他在中国的商演一年 据他讲赚上益 那定文你真的觉得 他在十一的时候 唱个我的祖国 他的国家认同 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我却不会嘛 他就纯粹是市场考量嘛 没有啊 他已经讲过说 他认知中他就是中国人嘛 因为上次那个台独风波 他就急着要表态了嘛 中国人看他的中国 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文化上的中国 你为什么要体贴的帮他诠释那么多 他自己都没有诠释 而且再来我们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国庆上面的统战 他们的十一国庆是唱给谁听的 是唱给大陆人听的 又不是唱给台湾人听 而且他还造成反效果 欧阳娜娜一登台 台湾人开始讨论 全部才批评欧阳娜娜娜娜 你觉得 你觉得他们 欧阳娜娜娜娜 真的有达到统战台湾人的目的吗 我觉得刚好是适得其反 所以我觉得在欧阳娜娜娜的心里面 他也纯粹就是一个表演 因为适得其反是事后诸葛 因为对岸他们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 那郑浩你刚刚是不是对陈玉珍讲的这一些论调 是特别有感觉 陈玉珍诸队友 我觉得有件事你要搞清楚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10月1号代表是中华民国 正式失去大陆的统治权 是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政的那一天 如果是蒋中正听到 他们的后代子孙 陈玉珍 李贵民 现在在帮那些中华民国的国籍的人 在十一国庆帮他们庆祝建政的人讲话 蒋中正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 我认为蒋中正会从坟墓跳出来 那一天是蒋中正的国词日 也是所有中华民国国词日 你那些来赢的人 嘴巴上喊中华民国万岁 说我是中华民国派 10月1号应该谨记在心 你结果帮一个台湾人去那边中华人民共和国 庆祝中华民国沦陷的日子 然后去庆祝 去唱歌 高歌我的祖国 这东西国民党怎么可能护航了下去 我认为任何一个中华民国派都应该把这件事为国词日 怎么护航嘛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欧阳娜娜到底心里懂不懂 欧阳娜太懂了 他完全分得清楚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什么是台湾 什么是美国 很简单 他防疫的时候 疫情最好的时候 疫情最严重的他在哪里 他就跑回来了 他在台北夺疫情 他说这只是我暂时居住的地方 我要回北京 什么时候等疫情结束再回北京 欧阳娜娜想要追求艺术最高殿堂的时候 他去哪里念音乐 去美国念音乐 去美国念那个什么 他怎么不去北京念什么中央音乐学院 没有嘛 水准就不够嘛 他就去美国去念那个 伯克利音乐学院 世界最好的流行音乐学院 他很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在中国 只有赚钱的时候在中国 我生活的时候要在台湾 我学习的时候要在美国 这东西会被人家拿来当样板 之所以我们瞧不起的原因 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 我就讲一个道理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 一心想要当美国人 比如他念书的时候就去美国念书 念书毕业后就在美国工作 然后美国工作后拿绿卡 最后当美国人 我们会不会谴责这种人 不会 这本来就是他的理想 台湾是自由的国家 你想要当美国人是你的权利 你想要当越南人是你的权利 你想要当印度人是你的权利 你想要当欧洲人是你的权利 都可以 可是有一种人 嘴巴上说我想当中国人 我以中国为龙 可是实际上 他的财场放在台湾 他遇到疫情的时候回到台湾 他念书的时候在台湾 然后所有他的人生都压在台湾 他只有赚钱的时候跑到中国 这东西才是我们认为欧阳娜娜 黄安 刘热 这种让人家觉得不齿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 你表里如一 我觉得没有问题 本来自由观 美国也很多人 土耳其人不是无缝 也希望可以当台湾人 我们也给他鼓掌 我们很多台湾人 想要当其他国家人 也都没有问题 本来自由社会就这样 可是这一群人是最特别 他们拿着台湾的身份证 然后拿着台湾的护照 以此镀金 在中国捞金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台湾人 要抵制他 而我是呼吁中国大陆的网民 你看清楚欧阳娜娜这种人 好不好 看清楚黄安这种人 看清楚刘热妍这种人 好不好 他们一样 台独 反台独 是他的工作 可是支持台湾 是他的生活 这些人才是真正 我认为我们在那边 喊抵制没有用 他在央视表演 又不在我们华视 也不在台视 他在央视 所以中国的人民要看清楚 当你们政府把欧阳娜娜 黄安 刘热妍这些 推到台前 告诉你这些人 心向祖国说 没有 他只心向祖国的钱 那你中国人应该抵制欧阳娜娜 你如果够聪明的话 应该去支持谁 我认为支持王炳忠可以 因为王炳忠可能 真的是想要当中国人 他是骨子 你就想当中国人 或许可以 可是像欧阳娜娜这种人 我认为没有什么好支持 因为他其实就是在骗你中国人的钱 我讲南京就是在骗你中国人的钱 如果我今天欧阳娜娜有鼓气 说我放弃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我去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 我给他鼓掌 我给他拍战 可是他就是看到谁 范冰冰 他的前辈 在中国的演艺环境就是 你再红 政府一句话 你就抄家灭族 你就破产 范冰冰样子就在你中国这边 所以你看哪一个艺人 在中国赚钱的时候 高喊祖国的同事 愿意放弃 不管是加拿大护照 我讲张绍涵 还是说中华民国护照 我讲欧阳娜娜 还是黄安留在 没有人干这种事 所以中国人要感到羞耻的点是 没有一个人愿意当你们的国人 而大家都只想赚你的钱 那你去抵制他 拜托去抵制欧阳娜娜 郑浩看到一个重点 就是支持台湾是生活的一块 但是心向祖国 就是为了那个coco 胖胖的人民币 那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的是 像是资深媒体的黄伟翰 他就讲说 请教一下 你去针对这个事情 去发行会怎么样 然后包括呢 他说为什么孙昌讲到说 想用健保的这一块 然后去唱不适当的歌 他们会在乎健保的那些钱吗 那么样的少 不好意思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 真的 他回到台湾 他想的还是要用健保 休息一下 稍后来 这一段我们要原因重现 我们来听听看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他为了要声援欧阳娜娜 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如果唱这个歌呢 就代表叛国的话 那小英总统也常常唱 三民主义无党所中 表示说 他是国民党的吗 还是说他背叛了民进党 我们一起来看 如果他唱这一首歌就是 就表示他是叛国的话 那这个 这个蔡英文每天在 之前那个 常常在上三民主义无党所中 就表示三 这个蔡英文是认同三民主义 然后是国民党党员吗 对吧 是吗 是这样吗 那所以蔡英文是不是叛党啊 背叛民进党啊 我呼吁这个 这个执政党啊 执政党是民进党嘛 民进党的党员喔 好参在这个 那他们是认为唱这个 这首歌就是不认同国家吗 唱一首歌就会等于 不认同这个国家 那我刚不是说了吗 你唱蔡英文跟这个其他党员喔 只要中央的执政的 民进党的官员 常常也唱三民主义无党所中 他们就是认为 他们认同三民主义 然后是国民党员吗 这首歌当初是国民党的这个党歌吗 是吗 这个其实都是 都是在那个环境下 在那个环境下 就是 就是他 其实就是他为了演艺生活 他必须赚这个钱嘛 那这些 难道这些 民进党的党员也是为了领这个 中华民国的薪水 所以不得已也要唱这些歌吗 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 那我们国家 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 让国内的这个演艺环境 就让我们的这些演艺人员有 良好的收入 稳定的收入 让他们迫不得已 必须到海外 世界各地去发展 政府不但 不能当这个演艺人员的后盾 还要在 在背后 自己插我们自己的国民 这个一刀 自己同我们这些演艺人员一刀 好 蓝银人士为了要护航 包括唱国歌 也可以变成是唱党歌 那包括你去变成统战的样板 也可以变成台湾之光 这个逻辑真的是超越宇宙了 来人俊哥 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国人 他履外 所谓履外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已经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即便他曾经是台湾人 然后他规划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里面去 所以当他在他的这个国籍上面 作为选择之后 我觉得没有人会去讲说 他去爱他的国家 爱他什么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的 这件事情的前提是因为 我们确实有一些人 他选择了他的国籍留在台湾这边 可是他赚钱赚在中国大陆 而在非常重要的敏感时刻里面 他会选择在他的政治思想里面 他去为中国大陆作为效忠 可是在其他的 跟他的人的生命安全有关系 比如说要回来用健保看病的时候 或者比如说他要来躲疫情的时候 他又选择跑到了台湾里面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为什么大家会去讨论所谓的欧阳娜娜 我其实觉得他其实并没有说 他不是一个出入社会的小白兔 他怎么会不知道政治的这件事情 在他的演艺生涯里面 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量 刚刚讲到说 他曾经有过一个我是中国人事件 可是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有我是中国人事件 是因为他曾经在微博上面写说 他到北京去演出是出国 结果被中国大陆的网民骂他 你知道吗 跟他讲说你滚回台湾去 所以他才在微博上面再发文 讲说他什么以身为四川人为荣 然后以中国人为荣 他是有一个前因跟后果的 所以他不是突然冒出一个 他是身为中国人 其实不是 而是因为前面他曾经被中国大陆网民骂 骂他说他就是一个台独 所以欧阳荣那个时候 他被人家问到的时候 他也觉得替他女儿很不舍 我不知道国民党部分人士 现在都为欧阳娜娜娜去辩护的那个 那个逻辑跟理由 是不是来自于因为欧阳荣 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发言人 或者欧阳荣曾经当过 国民党的文传会的副主委 不管他有没有知心 但他确实曾经使用过这样的一个台头 被媒体访问过 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讨论 立即一点是 如果这一些他到中国大陆去唱什么 我是中国人或我是什么什么 他爱他的祖国或什么 如果他已经规划中国大陆籍 我觉得大家不会去批评他 因为那是你的选择嘛 可是我们台湾有很多 有对不起我更正一下 我们台湾确实有少部分的人 他选择的不是这样啊 他选择的是我有事情 要回去看医生 因为台湾的医生较好 台湾的减暴 比较少台湾的安全 我就要回来 像那个刘乐妍 他之前还求爷爷告奶奶讲 说什么有洪荒还怎么样 他想要赶快回到台湾来 没办法 结果他那个话也被大陆网民骂 大陆网民说你是怎样 你是看不起大陆还是怎样 就这些人他其实一直在 他的选择里面做很大的游离 有人骂他的时候他就往那一边靠 有人怎么样他就往另外一边靠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欧阳娜娜娜 他选择说好我从此就不在台湾 我甚至入籍中国大陆 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批评他 他喜欢觉得 你认同他的国家就是那里 可是你知道吗 当他失去台湾来的艺人的光环之后 那我告诉你 那是他家的事 他自己要做选择 自己没本事嘛 对嘛 所以当他觉得说 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光芒 因为我来自于台湾 所以我可以去cover掉其他 这大牌都不能上的 比他唱歌好听 比他这样 我也讲说他很努力 我不因为这样去否定说 他曾经做过的努力 可是我就讲 当你在作为政治选择的时候 其实当他去做这些 我讲说他从这个出国事件改 说他自己是中国人开始 他就一直在做政治选择 结果今天一堆要帮他辩护人讲说 他很单纯 他没有政治上的思考 你真的去看看他的过往 所以我就讲 如果今天这一些人 他之所以会不会在台湾里面 被人家讨论 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做游离 但是我必须我也要提一点 就是说我看到文化部的说法 因为他援引的是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三三之一条 但是文化部没有说死说 他一定罚我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确实 刚刚有来宾提到 我们也有一些人 会去参加什么央视的节目 或是怎样 过去我们并没有说 这些人你就是去合作或什么的 可是他现在在这件事情上 有一个最大的意涵是什么 今天中国大陆 跟我们之间属于什么关系 我们不是两岸平和的关系 今天是一个对岸 一直不断的告诉你说 我就是要打你台湾了 我告诉你们再怎么样 我就要做什么事 我就是要去你台湾 岛上空这个演习 我就是要用导弹打过你的上空 而且我们飞机就是不断的飞 我们就是要演习去针对你的台湾 今天是因为我们双方之间 有这样一个敌对的 一个紧张关系的时候 这件事情当然会被大家认为说 OK 你当然可以自主的做选择 那你就从根本上面去作为决断 你不要觉得说 我又要享受台湾这一边 我又觉得说 我到大陆那边去赚钱 我讲真的 这样的人其实很辛苦 你知道吗 你这样去看大陆网友 一大堆也是骂他骂的钥匙 那他选择看不见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他只要站上那个舞台 讲两句话唱两首歌 他就觉得他融入了 那个团体跟社会 所以我觉得国内有一些人 要帮他辩护 我觉得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民众在这件事情 看得很清楚 你要你就是归入 那个中国大陆的国籍 我觉得不会有人拦你 你高兴你就去 你不要每次都顶着台湾的名字 就说你看我是来自于台湾 我是怎样 因为这不是多数台湾人的选择 你告诉我说这是言论自由 我昨天还听到有人跟我讲福尔泰 你知道吗 你把福尔泰来自来 就是说你不接受他 但是你要尊重他什么说话的权利 或什么 你可以不认同 我觉得这是两码的事情 今天这个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开什么玩笑 国民党也骂过吴思淮 国民党也有人认为说 吴思淮坐在那边是不合理的 吴思淮怎样 吴思淮有讲我的祖国吗 那你今天用这种 那么多的这种标准来为这边 我只能这样说 就是说这就是一个 在政治团体或者是个人上面 当他要为这些人辩护的时候 他没有去思考说为什么民众在这件事情上面 多数人觉得说 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可是当辩护辩护到台湾之光 这赵绍康讲的马定委员 他是这样讲 他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这也是台湾之光 有什么小鼻子小眼睛 你去压迫他们呢 政府要少给这一些艺人一些压力 不不不 我觉得赵绍康也好 或者声援的人都故意掠过一个事实 我们要再讲一次 台湾演艺界的人到中国去发展演艺事业 没有人罚他 台湾也从来没有禁止过 那些人才是之光啊 出国表演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他去参加中共官方办的活动 而这个活动除了是十一国庆以外 他挑出来的歌都有统战的目的 而主办的就是中宣部下的央视 如果今天台湾对每个去中国参加 他们各个电视台表演的都来罚 你今天讲这个还有点道理 所以台湾的演艺人员去中国发展演艺事业 你赚几个亿 没有人管你 所以赵绍康连命题都弄不清楚 你主持哪一国节目啊 题目会先弄清楚 这个欧阳娜娜在那边发展也好久了吧 我们台湾什么时候罚过他 没有啊 骂都没骂过他 连人民都不一定要记起来 而是因为他参加的是一个官室的活动 而那个活动是当年国民党执政的法律 你们就规定这样的活动要报准 或者要被罚 罚的也不中 那今天有法律你不执行吗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扯到台湾之光太狠 我们台湾有多少演艺人员在什么湖南卫视 什么广东卫视 到处都有表演嘛 那个表演从来没有人罚过嘛 所以黄历诚你也弄错了 台湾人没有 台湾政府也没有去限制这些 真正限制表演艺术自由的是中国政府 我们的卡农天下佳农 那个电影多好看 为什么不能去中国演 因为内容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确 有多少电影到中国 有多少演艺人员到中国都要修改 否则干脆不去 我讲一个大家认识的很有名的 李察吉尔 李察吉尔够红吧 因为他挺西藏啊 够帅吧 拍了一个红色角落 挺了西藏 他从此在好莱坞都接不到演艺合约 是谁在迫害演艺的自由 该声援的是这些人 而赵沙康你也不要说清楚 跟你的观众讲清楚一点 大家不要忘记 最会封杀艺人的是谁 就是中共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进步来看 这一次中共的官媒 人民日报突然之间 他们是不是突然气过来 他居然讲说 我们一定要替欧阳娜娜来报个不平 这个逻辑非常好笑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 欧阳娜娜他可以引到人民日报 来帮他写了一个文章 他的文章特别要托其他人下水 比方说他就托了周杰伦说 周杰伦有讲过 他说过我是中国人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所以我也是台湾人 然后他要批评的是说 绿色恐怖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加码 以违法做威胁做恫吓 高压统治制造寒蚕效应 而且他讲他用一个很奇怪的词 叫做民进党现在已经是 己欲封魔 差不多就是共共要消息 大概是这个说法吧 但是晃哥其实我要讲 人民日报呢 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会不会当你一只手指着别人 你还有四肢手指着自己 那如果说如果有一个中国艺人 一来台湾的一位 然后他唱什么 我的母亲台湾 你觉得他的下场会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送到新疆去劳改 人民日报可能其他四肢手指头 已经断掉了 所以他没办法指自己 有啊 其实有一个中国的上海姑娘 叫李千娜吧 她在台湾 参加台湾的歌唱比赛 成绩不错 她现在专门在台湾唱台语歌 对 而且她的台语 我觉得还比马云雄好很多 就对一个中国人来讲 你看台湾就是这么可爱 连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 她一个艺人到台湾来发展 而且唱的是台语歌 请问我们有没有人去抵制过她 没有 而且甚至还有人觉得说 这位上海姑娘歌声很好 台湾人是很包容的 今天的关键在哪里 所以你光从人民日报 写社论来声援欧阳娜娜 那我们反正 这个是逻辑的反正 反正这个中国央视 这个国庆晚会是不是政治活动 你觉得人民日报 有帮春晚写过社论吗 有帮中秋节联欢晚会 写过社论吗 因为就是因为 他们发现欧阳娜娜 作为统战工具的这件事情 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反弹 所以他开始要帮欧阳娜娜讲 那你说这个 他讲民进党说什么 绿色恐怖 如果讲思想控制 这个我跟你讲 全世界没有人比得过中国 随便举几个例子 近的布拉格爱乐 本来要去北京演出 因为他们的议长要来台湾 莫名其妙被取消了 还记得那个钢琴 70台钢琴的订单 对 莫名其妙也被取消了 那请问 那个政治 难道那个钢琴弹出来的 每一首歌都是中华民国国歌吗 应该不是嘛 这是政治嘛 那再讲远一点 张璇大家记不记得 只因为他在英国的一场演唱会 有这个观众 我们的台湾的留学生 拿着国旗 然后张璇看了之后 觉得很感动 人在异乡看到自己的国旗 他就把那个 跟那个听众朋友说 你国旗借我一下 拿在手上 结果原本在北京的演唱会 被取消 请问赵绍康 请问陈玉珍 请问李贵敏 你们何时声援过张璇 张璇不是民进董的 他们家跟你们 跟你们国民党关系比较好 他是焦仁和的妹妹 他们家关系 跟你们国民党比较好 跟女儿 跟女儿 所以他们家 跟你们国民党关系比较好 你们有声援过他吗 没有嘛 那我再讲 刚刚电影讲Cano 魏德胜的电影 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大家都看过吧 有没有政治意涵 没有啊 可是为什么在中国被禁播 因为他的第一句台词 XXX台北 这样不行 他又没有说XXX中华民国台北 没有 卡洞不让他去还有一个理由 里面的日本人都讲日文 对啊 难道你日本人讲台语吗 那日式时期 那你日本人不讲日文 对啊 那个理由你连辩解都懒得辩解 然后赛德克巴莱 在中国也禁言 赛德克巴莱是讲原住民 对抗日本人 到底说这个最符合 中国的政治正确 对不对 可是呢在中国也被禁言 那你觉得中国禁言需要理由吗 当然不需要 所以全世界最搞政治意识形态 那个国家的中国 可是我们刚刚举这么多例子 请问陈玉珍 请问李贵敏 请问赵浩康 你们何时声援过他们 不好意思 他们是看不见的 他们眼睛这时候会选择闭上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疫情延烧的当下 大家都在在乎的是 疫苗什么时候会出来 接种疫苗是跟你的生命 跟你的健康有关的大事 中国他们现在 他们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 不管先这个疫苗的安全可不可靠 他先是把人的动作白老鼠一样 先打了再说 这个疫苗有效没有效 不应该是一场赌注 谁都赌不起 不过我们看 蓝营的政治人物 却是先把医疗专业 先放这边 他们要操作说 陈时中 你怎么会这么政敌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 为什么反中也会在这个上面 其实我们要说的是 到底谁才是政治考量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甚至中国居然把疫苗 也当成是外交的工具 五秒之后 回到我们的节目线 我们的节目